今天上午沈阳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决定 在第26号通告基础上 对全市各相关行业实施分类管控 凭核酸证明乘车是暂缓实施了 另外呢 拆议场所暂停堂驶 美发电彩票站整场所呢 一律暂时停业 另外呢 沈阳桃仙机场疫情源头已基本查明 初步确定是来自3月16号复兴市报告的 无症状感染者 这个感染者是3月11号8时13分 从吉林市打车来到沈阳桃仙机场的 13时37分到16时在满宝馄饨用餐 期间的与后厨餐饮人员有同时空交集 导致其感染 目前呢 疫情风险已得到有效的控制 为了满足广大旅客航空出行需求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呢 将采取有效措施 力争尽早恢复航站楼运行